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4月17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农馆 最近晚上比较热的就是农业农村部要成立农馆 这么一个组织或者是机构 它全称叫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简称农馆,农馆对吧 大家就容易想到交馆,想到城馆 鉴于大家对城馆对交馆这个印象不是很好 评价不是很高 所以农业农村部成立农馆 晚上有很多人讨论,大家非常担心 我也来聊一聊我对这个农馆一个看法 我看了一下,这个农馆的概念不是昨天才有 而是去年,就是在2022年3月31号 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然后意见反馈截止时间 2022年4月30号,就是一个月时间 跟着这个征求意见稿内容来看 农业农村部将要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说的是征求意见 但是各个地方显得非常积极,非常善心 也不等这个意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还是个征求意见稿啊 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执行了,雷厉风行 很多地区啊,去年就成立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然后就是执法队 你只要穿上那个制服,戴上帽子,大家一看就是城管 在农村里那叫农馆 这个大家就纳闷了,给人感觉啊 无力不起走 如果是个处理不讨好的活儿 那地方政府肯定是不着急啊 地方政府这么着急 那肯定是对政府来说这是好事 他需要这个农馆 简单的逻辑就这么个逻辑啊 如果这个事情政府处理不讨好 他肯定要等到正式文件下来 然后再默默唧唧的 还有互相推诿呢 这个政策不一定能得到落实呢 那为什么正式文件还没下 各个地方政府就迫不及待的赶紧成立了 肯定是有好处 但是我们再看看这个真正的成立农馆的目的 就是它的初衷是什么 这个农馆成立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农业发展 同时为广大的农民服务 它最主要的范围是种植业、树木业、农业机械、农产品质量安全 什么意思呢 这个咱们下面再说啊 我们说到初衷 它的初衷啊不是去管农民 而是要管那些伤害农民的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你比如农药、化肥、环境保护 这些跟农民没有关系 化肥不是农民生产的 农药也不是农民生产的 它初衷是为了保护农民权益 当然了 你比如说这个不准杀猪 就是个人你不能杀猪 你必须送到什么屠宰点去杀 这种啊 它也是为了保护农民权益 因为到了屠宰点 是不是还有检疫啊 什么之类的啊 就是因为咱们农村 尤其我们小时候 现在我都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的地方现在都不养猪了 养猪不合算 农民自己不养猪 买肉吃更便宜 所以我们那地方虽然农村大家都不养猪 因为你养了猪之后 我们以前养猪是因为家里有很多这个剩菜啊 比如地里种了很多菜 那个菜你又卖不掉 比如说西红柿 比如说西瓜 比如说那个卷心菜 那都不值钱 你到了城市 到了餐桌上 它很值钱 但是在农村地头 它就不值钱 也没人要 只能喂猪啊 现在很多农民 它已经不种菜了 地都已经给大户去种了 农民顶多一点点地 种点菜自己吃了 没有办法给猪吃 顶多养几只鸡 如果你要养猪的话 你没有办法保证它的饲料 就是你还得去买饲料给猪吃 因为现在你看 它也不种麦子嘛 就是没有粮食给猪吃 以前养猪是因为 边际成本相对比较低啊 就是我家里就有这些东西 养个猪 还有吃了剩饭呢 最后都是给猪吃了 这样养猪成本比较低 所以养猪养一年 无所谓 养两年都行 不给猪吃 那也浪费了 现在就不行了 因为你这些东西没有 你就得去买 那农民一算 我买词料养猪养一年 你还不如去买肉吃 所以我们的地方 就没有养猪的 都去买肉吃 我们那是农村啊 这不就是市场经济吗 自然被淘汰掉了吗 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地方 它养猪 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或者是 那个土地不是流转到 那个种粮大户似的了吗 还有一些种菜大户 就是他们家 把人家地都收到手上了 它种菜 那它家可能就养猪 因为它有大量的菜 也可能卖不掉 浪费啊 可能养一头猪 大家记住了 不是家家都养猪 顶多一户 或者种菜 种地 大户 土地都集中到他们手上去了 它可能养猪还核算 养一头猪 两头猪 那么这个猪怎么杀呢 按以前农村的搞法 是自己杀 请几个人帮忙 一个屠夫来了 我们小时候杀猪 好像不给人钱 那杀猪 把猪杀完之后 他把弄干净 他在里面吃顿饭 然后好像给他肉 现在怎么杀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国家要求 你不能自己杀了 你得送到屠宰地 因为要防疫 你检疫 万一你这猪有病 或者你这猪是个病死猪 得了什么病 你自己把他杀了 把血一放 然后卖给大家吃 这个没有办法监管呢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是 谁能保证呢 有的人就这样 他们家猪要死了 一看不行 他就把他杀了 给他放血 放完之后就开始卖 或者自己家吃 或者给亲戚朋友一送 邻居一送 他也不卖 但是这个 你知道他有什么病吗 所以说把他管起来 也是新时代的要求 因为大家对食品安全 越来越重视 我们小时候猪死了 是不会把他埋起来的 猪死了就把他放血 然后大家都吃 用辣椒一烧 因为那时候物资匮乏 没得吃 所以健康放第二位 肚皮放第一位 只如吃了之后说 得什么病 那以后再说了 但是现在你看 显然不行了 经济发展了 把健康是要放第一位的 肚皮是放后面的 就是你那头猪得了病 你把它扔掉 处理掉 不至于饿肚子 所以这是个新形式 所以说那个生猪屠宰啊 他就要求你送到指定地点 那些专业养猪的 那更得要指定地点去屠宰 还有很多做这个猪肉生意的 他到处收猪啊 有的农户养一头猪 两头猪 他也就是活的 就卖给那些收猪的了 那收猪的收走之后 到指定屠宰场去屠宰 我这个说的比较远啊 就是说现在形势在发生变化 你们家养一头猪 他现在不让你杀 你比如说送到屠宰点去杀 你要杀可能就要罚款 就有人来管你 这个就是农馆要干的事 所以说这个农馆啊 他初衷是保护农民权利 比如说啊 这个农民啊 现在种地 他不是买种子吗 买化肥吗 那这些东西有问题怎么办呢 所以说啊 从他成立的动机和初衷 这个农业综合制法队啊 实际上是对农业领域 精心有效管理 一个重要举措 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 但问题是初衷是好的 但是结果就是好的吗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你最终得到的结果 可能是南辕北辙 那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农馆呢 以我的推测来看 以我个人的这个分析 我认为不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部门啊 有些领导 他是为了推测 揣摩上面的意思 要投其所好啊 不有句话吗 叫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吗 就是说他揣摩上面 是不是有农村情节啊 把农村要管起来 那这是他自己分析的 然后呢 这些人呢 他们就鼓到 搞一个什么农馆 把农村管起来 这样投其所好啊 这样不容易出成绩吗 这样例子比比皆是啊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当官他就这么想 他首先不是说为老百姓招行 他首先是为自己 怎么样能得到上面赏识 得到上面认可 他不是对他下面认可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 他跟那个美帝不一样 美帝他是要得到这个选民的认可 那给我投票啊 咱们又不是选民选的 咱们是上面认命的 所以上面认可是最重要的 你下面怎么看 根本就不重要 除非你形成舆论了 影响到上面了 上面可能要问罪 怪罪下来 所以马上对吧 他就要重视舆论 不是下面直接影响这个单官的 而是下面事搞大了 影响到单官的这上级了 上级怪罪下来 把这个逻辑搞清楚 你现在咱们政府啊 是越来越重视民意 你互联网上只要一闹起来 你一定是想办法 去顺从这些网络的这个舆论 不会跟舆论对着干的 你比如说舆论要求 从重从快判决 那他一定会从重从快判决 他不会按照法律来 因为这样才能平息舆论呢 舆论一平息了 那上面就不知道了 这是解决了 这样上面就不会怪罪他 我这个说的有点远啊 就是说他呀 当官的都是要揣摩 上级领导的意思 这样为自己升迁 对吧 打下基础 这样你的工作才会得到认可 你做的事情 下面人怎么说你好都没用 上面不闪识 你还是到点 接着退休 甚至啊 犯个错误 就把那个干掉了 所以说大家都是在揣摩 上面什么意思啊 上面喜欢 搞这种集体 搞国营经济 那咱们也搞这个叫公销社啊 前一阵子不挺火的吗 搞这种社区试堂 公共试堂 实际这些啊 十一八九啊 都是揣摩善意 准备偷其所好 看看风向 但是呢 经常是事如愿违 拍马屁啊 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最后被马踢了一脚 这种事情一般的会不了了之 你看看 公销社 是不是啊 是不是半年前非常火 搞得大家也很紧张 很多人说这是要打台湾了 为打台湾做准备 搞社区试堂 也是为打台湾做准备 很多解读啊 我记得我解读就是 下面人拍马屁 投机所号 拍错了 那这个农馆呢 保不齐也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种可能啊 他就是拍马屁 上面领导是不是有农村情节啊 觉得农村要管起来 现在农村怎么能这样呢 农民很苦啊 收入那么低 都说了啊 六亿人月收入低于一千块 为什么 这主要是农民 农民的权益怎么保障呢 所以你看 是不是有人就会揣摩这些事情 这个农业部啊 他就根据这个情况 他认为问题出在哪 加强哪一块 然后来保障农民的权益 理论就是对的 我不说了初衷非常好 然后这样又投其所好 一旦出了成绩 你看看 是不是官运就发达了 仕途就一片看涨 第二种可能呢 还真就是 想法是好的 出发点就是好的 就是这样保障农民权益 事就到这份上了 不成立这个农馆 解决不了 这个也是实情 大家对农村了解的 恐怕也能认可 这种说法 现在农村的问题非常多 法律啊 都停留在县城 顶多到县城 下面就没有了 到镇呢 就已经很弱了 镇里有排除所嘛 但是那个排除所 反正其他作用不大 他的权力也有限 警察不是万能的 不是什么都能管 镇里也有什么工商所 各种所啊 但是力量非常薄弱 就是到镇 你要到村 那基本上就没有了 你村里出点事 你知道找谁吗 你在村里面超市 买到一瓶假酒 你找谁 没人管 不是他不管 他是没有力量 他管不到这儿 你在北京市 对吧 你说这个超市 卖假东西 你一打电话 说不定人家马上就来了 但是农村 十一八九是不了了 是没人管 你说你买到假种子了 谁管呢 也有制建部门 也有工商部门 但那个都是停留在县城 即便镇一级啊 有这些部门设置啊 但是啊 他的执法水平 执法的能力 那都是蹭字不齐的 你从人员配置 你能看出来 都是些什么人在那上班啊 实际上农村有很多 就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 这个你在城里面 你很难想象 我举个例子啊 农村不有各种这个补贴吗 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一家啊 他是无保护 或者这家是困难户 上面把它定为这个 这个叫辅助对象 有的人是智力残缺 制品的 疯疯傻傻的 那么这一家 如果定为这个辅助对象 那过年过节啊 是不是给他一些米面粮油啊 然后重大节日 还有再发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每年 还得给他多少钱 或者给他多少物资 这个都有规定的 我们呢 就有这个现象 居然给这些贫困户啊 发的物资 被村长截留了 村长自己拿回家吃去了 你你有什么办法 你举报 你去哪举报 你跑到镇上去举报 镇上根本管不着 也不是说管不着啊 他就没那水平 没那能力 这还算好的 这是说截留 对吧 本来应该发给贫困户的 他把截留了 还有很多地方呢 他直接就把村长自己 或者村长的七大姑八大姨 直接列为无保护 或者是叫什么 贫困户 或者是叫什么 要辅助的对象 真正要帮扶的对象 反而不在那个名单里面 有的村长做的更粗暴的 直接把自己啊 二大爷 对吧 或者是有的 就是干退的这个村长 把它列进去了 吃地宝去了 没有人管 最后举报嘛 然后就网上搞的 搞大了 事情闹大了 县力都解决不了 最后是地级市啊 市里面派专员来查 才把这一锅端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普遍现象 为什么说 镇里解决不了呢 因为镇长 他们家亲戚估计也这么干 县力为什么解决不了 本县啊 这种现象非常突出 你办哪个 你把这个人办了 人家又举报 说那个怎么没办呢 怎么就办我 这事不就搞大了吗 所以他就是 明明有这些腐败现象 但他就是不办 我这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那个村啊 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最后很多人举报举报 把这事搞大了 上面来人 才把他查了 查了什么 查了只是把他 他从那名单里踢出去了 最后也没有说 把谁处理了 都没有 然后我们那儿啊 这是村长啊 每个村人下面 不还有小组吗 村民组 这个村民组的组长 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官了 他只是指定的 对吧 你这个三十户 你得有个着急的人呢 或者叫小组长呢 这个小组长 都村中吃拿卡药 把很多补贴啊 很多这个 刚才说的就是扶贫的 或者是补助的等等 他都把它瞇了 因为现在很多农民都不在家嘛 都在外面打工嘛 政府有一些补贴 补到村里面 村里面补到你们小组 他去带领 跑到村上 一领 领完之后 全部变成自己的了 这个事情在咱们啊 比如大城市生活的人 觉得不能理解 那你这个举报他 对吧 你告他啊 他贪污啊 咱们农村没这一说 你告他 告大了 顶多最后 镇上领导啊 要求他把钱给你退了 这就结束了 就是农村有很多这种乱象 就是法律根本就到不了 也不存在什么纪委 纪委也管不着这个村一级啊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还真的需要农管啊 对吧 我买了甲种子 我找谁啊 农民都是自认倒霉 买了甲化肥 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那是化肥有问题 甲种子 你还可以说 哎 我种下去了 居然没有收成 都不发芽 对吧 根本就没东西 那是甲种子 但问题是 你买了甲种子 你能怎么着 没脾气 你顶多跑到那个商店 你去找人家 那人家 你能把它怎么样 然后你找这个厂家 对吧 谁卖的甲种子 你也找不着 最后呢 只能求助媒体 自媒体 记者 去报道 把这事搞大了 最后给你解决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执法的力量 在哪 你都不知道找谁 这就是农村的现状 那些假酒 农村是卖的最多的 大家想想 农村这么多不公平的 侵害农民利益的 这些现象 怎么解决 法律有啊 国家宪法 刑法 各种法律都有 但是他到不了农村呢 所以说 根据实际情况 他需要农馆 这么一个执法机构 为民做主 就是保障农民的权益 你买了甲种子 这个执法机构啊 他就有权利去处罚 那个商店 最后呢 处罚那个厂家 对吧 那个厂家 他可以万上报啊 农馆也万他的 善机机构报啊 善机机构 就跟着这个管辖的 这个权利啊 罚这个厂家 你卖甲酒 也可以举报 然后这些村干部 小租长 侵害农民权益的 都可以找这个农馆 农馆都能管 你看这多好啊 初衷是好的 都是为了农民办事 保障农民权益 大家一定要看到 现在农民很多权益 是被侵害的 你比如说啊 农村也很多鱼塘 归村集体 那谁能包那个鱼塘 以前这个养职业好的时候 包那鱼塘就能赚钱 但是你能包得着吗 还得曾干部亲戚 或者是什么 总之权钱交易 他能包着 但是你又管不着 各个村都这么干 哪管去啊 但是现在有了农馆 这个都归农馆管 这个想法是好的 这个极大的保障农民的权益 然后农民呢 有冤 对吧 有不公的事情 你可以找农馆 以前你找不了 你找公安 公安说不归我管 到派出所去 派出所说这不归我管 你跑到这个公伤所 公伤所这也不归我管 他都管不了 因为他的力量到不了最下面 所以农村里土黄地多 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就像封县链链女一样的 为什么就在盐皮子底下 没人管呢 派出所 派出所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他也管不了 村里不知道吗 村里知道他也管不了 所以这种侵害啊 这种虐待 就在盐皮底下 几十年还习以为常了 大家都一样都这么干 法不责重嘛 所以我们要从他这个初衷来说 这是好事 应该成立农馆 来保护农民的权益 让农民啊 有冤 有地方生 农民去打官司呢 成本太高 你打不了 但问题是什么呢 初衷好的 结果就会好吗 因为咱们有很多事情 初衷都是好的 最后是一地鸡毛 就像那个公销社一样的 公销社他其实也是初衷是好的 他把公销社 如果能建到农村呢 农村其实有公销社啊 但是呢 因为这么多年市场化之后 这公销社也变味了 然后在这个市场化竞争中啊 跟别的这个小店呢 他也没有什么优势 最后就是不死不活的 那么你要大力发展公销系统 实际上是对农村也是好事 因为你公销系统 这个小店 你卖的种子 卖的化肥 卖的农药 不可能是假的吧 因为这是果影的 你假的你也进不来 谁敢卖假的 实际上是对农民是一个保护 但是为什么 你让他搞他就搞不了呢 大战旗鼓的 搞了一阵子 马上咽旗熄火了 大家这个看到了吧 还有这个什么社区食堂 想法是好的 因为有这个需求 卖又便宜又清明 但是又卫生的 这个一日三餐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搞的 就搞不下去了 全部关门 那这个农馆呢 他跟公销社 跟社区食堂还不一样 因为他是个权力机构 他不是关门那么简单 他一旦成立了 就有编制 然后他如果不能产生好的效果 就不能达到初衷 那么他这个负面影响会更大 他不像这个社区食堂 关门就完了 省一点钱 公销社呢 搞不下去就完了 不死不活 继续回到老样子 但是农馆不一样 他有可能好的显现不出来 但是他的负面会影响深远 就该管的他不管 就这意思嘛 农药对吧 卖假酒 卖假化肥的 他管不着 他不管 和那些侵害农民权益的 那些村干部 小组长 他们夯瀉一气 互相包庇 反而呢 他来管农民 罚款对吧 你们家垃圾 是不是没到止境地方 罚款 你们家养猪 对吧 没有办证 你们家吃堂 没有收拾好 总之 他可以琳琅满目的 他本来应该是保护农民权益 结果他的罚农民 会不会这样呢 我想啊 十一八九会这样 因为第一个 你这个农馆呢 他本身素质也就那么多 就是他的执法水平 他的能力有多少 和这个城市里面的城管呢 他的执法效果怎么样 城管 我想啊 他的素质 理论水平 法律意识 要比农馆要高 这个大家应该能认可吧 就他们对城市的管理 大家是不是诟病非常多 那你说比城管 素质还差的 水平还差的 农馆 你指望他能管出什么好结果出来吗 现在网上就有人 拍了短视频 说交管 城管管不了的 什么这个管不了 那个管不了的 就是我们的管 我们要什么 能够先掌后奏等等啊 首先我不知道这个 拍视频的这个人呢 到底是不是农馆 有的人为了吸引流量 他不造谣吗 他把人买个衣服一穿 然后说我就是农馆 然后他开始拨眼球啊 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假的啊 如果他不是假的 这是真的 那不就足以说明这个农馆的素质 比城管要低得多吗 哪有这样说话的呢 所以你别指望这农馆的素质会高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能进农馆的 十一八九都是关系户 都是村长啊 镇里的领导啊 他们家孩子 或者是亲戚 七大姑八大姨 为什么呢 因为连县级机关呢 他都已经叫家族化了 都已经固化了 那你说到村级或者到镇上 这种农馆 他不更加叫裙带关系吗 家族化吗 都是各级领导安排自己 孩子啊 亲属啊 这么一个好的岗位嘛 如果有编制的话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 没有编制 那编外也行吗 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啊 先是去当兵 当兵退伍回来 直接就干农馆 你看这个路径都给你安排好了 农馆干几年啊 往上体育部 干个十几年 当个县委书记 他还有基层工作经验呢 路径都给你安排好了 没有编制也不要紧嘛 对吧 先编外 再等待时机 农馆什么时候就变成警察 排出所的 你放心啊 他们有这个路子 总之啊 把农馆这个 变成一个安排 七大姑八大姨 安排这个亲属的一个点 第三个 就是农民的这个法律意识 自我保护的意识 有 但还是薄弱 但是毕竟不懂这个法律 所以他更容易被别人罚 首先一个自己守法意识也差 容易被别人抓把柄 那这些农馆很有可能 东方不亮 西方亮 就是抓那些卖假花肥的 抓那些卖假酒的 不太好抓 或者抓了把人家贿赂 把事情就解决了 那只好罚这些农民 你们家狗啊 没拴链子啊 也得罚 你们家狗啊 有没有打宽权育苗 这农村的狗 很少打宽权育苗的 那也得罚呀 狗证办了吗 就是琳琳满目 最后就会管你啊 这个菜园子 种这个菜就不对 种菜的姿势不对 种菜的这个方法也不对 种的菜也不对 反正都得罚 最后是一地鸡毛嘛 就这种 大家可以想象的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你成立了一个权力机关 因为这农馆 它是执法权的权力机关 它可以罚呀 但是你没有相应的监督 它的一个机关 哪怕你初中啊 是让这些农馆 保护农民的权益 去查那些违法的层干部 侵害农民权益的那些层干部 或者那些不法商人 你给予了他权利 但是他这个权利不受制约啊 谁制约他呢 不受制约的权利 你怎么能保证他 一定是合法的使用的 一定不会出界呢 实际上啊 大个率会出界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担心 你搞个农馆 到底要干什么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农村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都要解决 但是你突然冒出一个农馆 然后各个地方政府啊 那么积极 我刚才也说了 地方政府积极就是因为啊 你不是国家给我编制了吗 相当给我扩编呢 增加岗位啊 我增加岗位 那我就可以安排 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啊 这不是好事吗 再加上我还有权利了 你看这个农馆啊 可以作为一个创收部门啊 你去罚去啊 所以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啊 无力不起早啊 以前地方政府对农村的管不着 因为他没有这个力量 这回明正言顺的成立个农馆 这回管得着了 去罚款 所以咱们说了说去啊 就是你成立个农馆 初衷是好的 也有必要 但是你怎么监督 只要这个权力不受监督 最后肯定是一地即毛 事于愿为 让老百姓苦不堪淫 最终啊 还是要怎么监督农馆 最起码啊 你要给农馆就约法三章 咱们说的比较俗一点 就是你没有罚农民的权利 你给农民 顶多只有警告 教育这个权利 你能罚的就是 村长 各级 小干部 罚的是法人单位 企业 各种商户 你有处罚的权利 但是你唯独没有处罚农民的权利 你得帮助农民解决问题 对吧 农民举报的 农民反映的情况 你必须要解决 就像这个12345这个电话呀 什么市场热线啊 不管怎么说 你每个举报 他有回应 他必须告诉你 处理到哪一步了 关键农村现在没有这个机制 其实你跟谁说都没用 那现在好 告诉你农馆 你农馆就在响应 处理到哪一步了 让农民有个叛徒 最终你可能没解决掉 但至少人家找这个行政机关 找政府 政府有回应 所以我说啊 如果做不到以上这几点 最最重要的是监督 如果做不到 那你至少要 不能赋予他 向农民发款的这个权利 否则的话 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 农民的负担会更重 另外一个 大家应该想到啊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缩边呢 为什么缩边呢 不是没钱吗 地方财政没钱 你怎么这个 还多出一块出来了呢 还新增了很多岗位呢 那你钱从哪来 你财政没钱呢 那大家就合理怀疑 你这不是想通过罚款 创收吗 因为政府财政没钱 他不是在财人吗 还欠心 所以大家怀疑 大家质疑 都是有道理 大家的担忧啊 也不是空虚来风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